車禍的現場兩部砂石車中間夾著一部小貨車 小貨車的車頭整個被夾扁 33歲的料性駕駛當時受困車內 被救出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應該是走到那裡飛駛啦 這車子沒注意就行了 經過急救 小貨車駕駛還是宣告不治 上午10點多 中章快速道路接近五泉西路紮道出口 一部砂石車正排隊準備下紮道時 意外突然發生 後方砂石車高速追撞 但當時兩車中間還有一部小貨車 由於砂石車重量有35噸 重力加速度 小貨車當場被夾扁 你的砂石車駕駛壞掉 你的是煞車壞掉是不是 後方砂石車駕駛 對事發經過不發一語 但從現場的砂車痕跡研判 當時的車速並不慢 發現前面已經靠近了 已經來不及砂車了 已經撞上去了 跳針在80到85之間 那74快速道路的速限是80公里 前方砂石車超重5公噸 後方砂石車超速 至於肇事責任歸屬 警方還要釐清 這起事故也造成快速道路大塞車 車流回堵一公里 兩個小時後才恢復暢通 記者成功任由黃酒鷹 SNP小組台中報導 照料 中文字幕——YK